時事焦點 熱門話題 專業評論員時事觀察 時事觀察 各位聽眾,我是梁淵成 和大家說世界大事 最近耶路撒冷又成為 一個主要爭論的主題 特別是特朗普 承認耶路撒冷 是以色列的首都 引起美國裏面 原本攻擊特朗普的人 又找到一件新的東西 去罵特朗普 說他引起更多的衝突 而所謂國際的群體 歐洲列強 對特朗普有很多批評 當然,伊斯蘭的世界 更加批評他 但是 如果你說他這樣做 引起更多的暴力衝突 通常這個說法 並沒有注意 究竟他說得對 還是不對 而只是怕引起衝突 但如果我們回想 這些衝突自此 就是衝突 中東 特別圍繞著以色列 何時停止過衝突呢 不過有時衝突很久 就沒有再搞事 不過做了一個新話題 又會引起新的衝突 就是這樣 在耶路撒冷的問題 其實 如果你從什麼叫公義的角度說 究竟公義在哪裡呢 這個的確是相當難的 有決斷的解釋 但是很明顯的 耶路撒冷自古以來 的確是以色列人的首都 而現實上 今天他也是以色列所控制的地方 而以色列 而實質上到今天 他都以耶路撒冷為首都 不過是因為巴勒斯坦 又不承認 但是巴勒斯坦 從來歷史上都沒有試過 以耶路撒冷為首都 巴勒斯坦是一個地方的名字 根本不是一個國家的名字 甚至不是一個種族的名字 即是說現在有個巴勒斯坦的種族 以為他是一個國家 那國家是以耶路撒冷為首都 他本身是沒有歷史的根據 也缺乏真正的法理的依據 因為他根本並沒有統治耶路撒冷 你看回這件事 其實特朗普只是 將一個原本的事實承認 現在有趣的 根本美國歷任的總統 都是承認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 每個的總統 從克林頓到布殊到奧巴馬 每個選舉的時候都說 承認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 而199年美國國會也通過了 是以耶路撒冷為以色列的首都 如果這樣從哪個角度說 美國根本就是承認耶路撒冷以色列的首都 不過總統就因為怕引起衝突 通常每個半年就簽署要拖延下去 一直拖延很多年 1995拖延到現在 就沒有正式將他們國會通過的東西 落實 特朗普不過將它落實 其實都沒有錯 倒是我覺得特朗普很勇敢 特納獨行 不跟那些世俗的政客 那些思路 而是他認為這樣對 他就做 當然他不單止認為這樣對 他也是計好的 因為他的支持者都是那些比較主張這個觀點的人 那他與其討好那些反對他的人 不如討好那些原本支持他的人 令到那些鐵缸的支持者繼續支持他 其實他都有一定支持後面的力量 所以雖然左翼的電視評論 每個人都找到一個話題 群起罵特朗普 但你怎樣群起罵他都好 他又一定有一個相當強的支持的群體 在後面 因為特朗普所代表的 只是美國原本那些文化和精神 不過在這幾十年 一個文化戰產生 就是自由主義的一種思想 嘗試將美國傳統的文化改變 成為自由主義那種思想 就是比較採取個人的人權高於一切的其他價值 亦是採取情慾放縱那種的倫理觀 這種的觀念通過教育 通過傳媒幾十年的教育之下 都將一批的美國人改造了 由傳統的美國那種的清教徒精神 那種重視道德 重視人性價值的思想 慢慢地將它去除解構 而建立一種個人至上的 後現代的思想 但是這個自由主義 雖然產生很大的影響力 而最大的代表人當然就是奧巴馬 但是實際上 美國仍然是很強大的保持傳統美國價值觀的人 而這些人一直被邊緣化 一直被壓起邊緣 或者被將他們藐視 突然間特朗普走出來 重新肯定價值 其實當這些支持者爆發的力量 令特朗普竟然做到總統 我們就知道傳媒有很多的虛偽和欺騙 在特朗普做總統之前選舉的時候 所有傳媒 左翼傳媒差不多一次都說 特朗普在輸 希拉莉支持率很高 但是結果特朗普贏 就是因為其實有相當龐大的 沉默大多數支持正統美國價值 而正統美國價值 外交也是以以色列為中東的最佳盟友 特朗普不過重新肯定 原本美國對以色列的立場 所以特朗普根本沒什麼錯 究竟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問題 和巴斯達人的爭執在哪裡呢 都是耶路撒冷自古以來 就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在以色列人未進入耶路撒冷的時候 在遠古以色列人的祖先阿伯拉罕 去到撒冷的地方 這個沈黎原本就是一個加南人 拜的一個神 代表黃昏的神 也是黎明的神 所以阿伯拉罕原本是一個代表著 古代的神靈 也是一個偶像崇拜的神靈 但是當時阿伯拉罕遇到 一個薩冷王密基洗特 他是超越了這種拜偶像的宗教 而是將他轉為 向一個最高的真神的敬拜 所以密基洗特是薩冷王 就是耶路撒冷這個地方的王 他是一個最高神的祭司 就是他信仰最高的真神 最高真神就是不能用偶像表達 是沒有形象的 而密基洗特也祝福阿伯拉罕 因為阿伯拉罕也是接受最高的真神 所以這個就是耶路撒冷這個地方 當時文字記載正式出現 就是《舊約聖經創世記》 就是有關薩冷王密基洗特 但是到了聖經後來 也是文字記載到 當以色列人攻入耶路撒冷 這個就很久之後到大衛王 耶路撒冷是被耶布斯人所控制的 所以耶路撒冷自然被耶布斯人 拜這個Salim 女神那個地方 但是到以色列人佔他之後 那個意思的名字 那個音是相似的 但是改了就是耶路撒冷 撒冷那字就是以色列的和平 那個意思 那個音是類似那個女神的名字 但其實就完全不同意思了 變成是一個和平的地方 和平的根基 那個意思耶路撒冷就是帶來和平的 那個意思的 好了 當大衛王開始把這個地方 正式叫做耶路撒冷 就是耶路撒冷 而且正式成為耶路撒冷 直至公元70年 羅馬人因為以色列的背叛 攻入這個猶大人 猶大的地方 就是猶太人的地方 公元70年 攻破耶路撒冷 就燒了聖殿 就把它轉成一個羅馬的城 就把猶太人全部趕走 由於這個地方 以前是菲利士人也在 羅馬就叫它是菲利士人的地方 而菲利士人的地方 就用英文拼音 就是巴勒斯坦那個字 所以巴勒斯坦原本就是羅馬 用的一個地方名 到後來東羅馬帝國時期 這個只是一個地方名 直至到後來 阿拉伯人侵略這些地方 把整個北非 歸入了阿拉伯 伊斯蘭教阿拉伯控制的地方 因此 就形成了 由阿拉伯人為伊斯蘭教 就控制耶路撒冷 之後又到土耳其人 即是特缺人打到來 中間都是很多的爭戰 有十字軍打來等等 但最後到後期 就是土耳其的奧斯曼帝國 即是奧圖曼帝國控制 也仍然是伊斯蘭教控制的地方 他們都是不讓猶太人去的 阿拉伯人就可以 但是到特缺人 即是土耳其人 就對猶太人有很多的迫害 但由於當時的奧斯曼帝國 參與第一次大戰去打英國 又被英國打到一波一路 英國將於1917年 打入耶路撒冷 才歸入西方的力量 歸入一個基督教國家 就是英國 而英國沒有去殺戮猶太人 而猶太人大舉回歸 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 由於猶太人被德國大舉屠殺 很多戰後猶太人都要找回自己的故國 很多人回去 希望能够復國 到1948年聯合國 當英國退出巴赫斯坦 聯合國 由於猶太人 將巴赫斯坦分成 以色列人和巴赫斯坦人 將猶太人定做一個國際城市 不屬任何變 但是由於巴赫斯坦人不同意 喊白人整體都不同意 耶路撒冷是屬國際城市 他要將耶路撒冷當成他自己的首都 因此爆發一連串的戰爭 想將猶太人趕下海 但結果是失敗的 休息一會 回到我再談